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接下來這一場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紹 那從標題就知道在幹嘛了 那同時這一場講者也是上禮拜剛從DevCon回來 講者馬上飛回台灣只為了給大家最新鮮的內容 那接下來就請講者來為我們分享 這個很難念的酷炫標題 讓我們掌聲歡迎強者我同事 DevConor的Nini分享 那個投影筆沒接好所以我就站在這裡了 然後那個無人自禁的禁沒有打錯字啊 我們就是錄的意思 然後因為這是日文字體所以要打日文 好 我不要廢話那我們繼續 好 那我是Nini Chen 跟一個攝影師的名字好像一樣 但無所謂 那我是DevConor的Researcher 那我一樣是Belsons CTF Team的一個Member 然後Twitter的icon忘了換 好 那為什麼是MicroTig 為什麼是RouterOS 我發現好像大家都有做這一頁 那我們要打RouterBoard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PongToOn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在它一開始被放上目標列表之後 就一直沒有被Expoi成功 那雖然也是只有一年而已啦 然後它沒有被Expoi成功 更準確的來講是根本就沒有人嘗試要去Expoi它 所以呢我們就想要試試看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打穿它 所以我們就開始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在這上面找Priose RCE 好 那除了這個理由啊 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有一個新的賽制 叫做Soho Smash Up 那Soho Smash Up呢就是在Initial Stage上面跳一個設備 那它通常是你家對外的一個窗口的感覺 那它基本上都是Router啦 然後呢Final Stage就是打進你家之後會碰到的設備 比如說像是Amazon Echo Studio啊 或是一些印表機之類的 那打這個項目的好處是什麼呢 假設你把這個項目分開打 你可能會是三分加兩分 那總共五分嘛 但是如果你成功把它串起來的話 會有一個Bonus它會變十分 那它的獎金也是蠻高的 或者是一百K美金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如果想要贏的話 顯然我們一定要打這個category 如果你想要拿冠軍的話 好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一些簡單的東西 那RouterBall是MicroTick下的一個產品 那它算是非常的popular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小店上面scan一下MicroTick的話 大概可以找到三百萬台的設備 那RouterOS是什麼呢 RouterOS是一個可以獨立運作的operating system 那它based on Linux 現在大概是3.3.5的這個版本 那它一樣有一個ISO image 可以讓你直接跑成一個VM 所以它在debug上也算是方便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它是閉緣軟體 同時它也是closed ecosystem 那closed ecosystem可能有點比較難理解一點 那總之呢 你在這個OS上面 可以使用的套件跟程式 都是由MicroTick提供給你的 不會有第三方的開發者 大概是這種感覺 然後呢 如果你去它的官網看一下它的 這個叫什麼 download term 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你是可以拿到GPL source code的 但你要先付給它45塊美金 然後它會燒成一張光碟 從歐洲寄給你 好 酷 開源也可以這樣玩 然後呢 RouterOS本身 總共可以有兩個 目前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RouterOS V7跟RouterOS V6 那它們需要被視為兩個不同的branch 它們不是上下的關係 因為它們的implementation有一點不一樣 好 我今天講話有點混在一起 是因為我的稿是英文的 然後呢 CHR 是一個VM的image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你的電腦上用VM跑起來 比較方便debug 你不需要去用它的設備 但它的缺點就是呢 它只有AMD64的image可以用 那我們實際上要跑的exploit是在mips上面 所以最終如果你成功exploit的話 你還是得要買一台設備來做debug 好 那在RouterOS上面呢 大部分的binary 它是經過特別設計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它叫做nova binary 那nova binary它的架構是特別設計過的 跟一般的ELF執行起來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那基本上呢 你在RouterOS上面 你是沒有一個官方的方法去access 那個底層的Linux系統 你會被關在一個他們自製的一個CLI工具裡面 好 那這邊其實是有一個後門的 那這個是開發者後門是為了除錯方便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沒有辦法得到這個後門 來得到SHELL 好 那這邊還要再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叫做Winbox 一個管理員除了可以透過它的webpanel 來管理RouterOS之外 它有一個特別的東西叫Winbox 那這個Winbox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Windows的GUI程式 那這一樣是一個很熱門的攻擊點 攻擊 attack surface 那原因是因為透過這個Router上Winbox的interface 就是跟Router那邊要有一個收端嘛 但它那一端我們可以用它來跟Router上的其他binary對話 所以你可以透過Winbox的這個協議去跟Router上的其他binary對話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它是一個算是蠻熱門的attack service 因為如果有人的全線設錯了 那就會有問題 好 那為了解大家都怎麼研究RouterOS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以前的CVE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 那總共有80個CVE在過往 然後呢 總共有28個是PreOS 我們可以打的 那為什麼要PreOS 是因為就是碰通用的規則 好 那而且這28個受害者是Router他們自己 因為剛剛有提到有Winbox嘛 所以有一些漏洞其實是針對Winbox的Client端 好 那28個裡面有16個是DOS 所以我們就先不管它 那裡面有8個是需要使用者互動的 比如說DNS Poisoning 或是可以讓你MITM 或是Firewall Evasion 好 那這邊的Firewall Evasion只是外網掃到內網 大概這種等級 好 所以大概只有4個PreOS的漏洞 是可以讓我們直接拿到Shield 或是直接登入成Admin 那這邊比較有趣的事情呢 是4個裡面有3個 其實是2017到2019之間發生的 那除此之外 就是比較少 好 那4個裡面有3個呢是In the Wild的 In the Wild的意思就是它已經被別人開發好了 不是研究員自己發現的 是有一些Exploid在空中飛 然後有人把它抓下來 哦 原來有Exploid 大概這種感覺 然後呢 讓我們一個一個看一下 第一個是2017、20149 那它其實是2017年的時候 CIA被危機解密 立刻出來的一個Exploid 好 那它有一個特別的代號 叫Trimerate 然後呢 這一個 Attack的方式就是我們送一個Http Request 然後給它一個很大的Content Lens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State Clash來進行Code Execution 好 那下一個呢是2018-7445 它是一個SMB的Buff Overflow 那它發現的方式呢是透過黑箱的Fuzzing 然後呢2018-14847 一樣是一個從CIA leak出來的Exploid 那它的漏洞在Winbox的那個介面上 也就是Router上面用來跟Client端對話的那個Interface 那這個漏洞呢 它允許一個攻擊者去讀Router上的任意檔案 然後這聽起來好像還好嘛 就好像鳥鳥的讀任意檔案 但是在RouterOS上面 以前的密碼呢 其實它是原始的密碼 XOR一個MD file 那這MD file的內容很簡單 就是你的Username 加上一個固定的String 那大部分時候啊 這個Username其實就是Rdmin 所以你只要可以任意讀檔 就是保證你一定可以登入成Rdmin 好 那最後一個漏洞呢 是2021的41987 那這是一個在SCEP上面 Base64Decode的時候 所發生的一個 Out of Found的Write 然後它的限制是 攻擊者必須要知道SCEP Server的名字 那這個攻擊也是In the Wild的 就跟前面那個CIA Leak3個 Leak出來的Export一樣 這個是在一個APT的C2 Server上面被發現的 好 那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大部分的 我們有興趣的漏洞 其實是In the Wild的 就表示我們其實沒有很多資源 可以讓我們從這些東西上面直接學習到 關於RouterOS的知識 那我們必須要自己去reverse它嘛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些公開的Talk 有沒有講到一些跟RouterOS相關的有趣的東西 那2017年有三個Talk 都是由同一個人給的 那它講了一些RouterOS使用的套件的Passing方法 然後使用者的後門跟它怎麼存Password 那這三個算是可以讓你對RouterOS有一個很棒的理解 好 那2018年呢 Jacobainese分析了一個東西叫做NovaMessage 那NovaMessage呢 就是每個NovaBinary之間互相溝通所使用的一個IPC 好 那它總共有兩個格式 一個是Binary 一個是Json 然後它也 這個Talk也告訴大家說 其實Winbox使用的就是 Binary格式的這個NovaMessage 然後呢 他們也找到了一個ParseOS的StackBufferOverflow 好 那2019年就有更多Talk了 那第一個Make it run with Microtech 其實就是上一個 就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 那Firewall and Net Bypass的話呢 它是一個Firewall的Bypass 那它主要的成因是 如果你把Winbox export在外網 那就有機會被外面的人繞過來掃描內網 然後呢 Finding and Exploiting CVE 2018 745的話 就是剛剛前面講到的 用Blackbox Fossing 找到那個SMB的一個Double Overflow 那再來 Deep Dive Microtech Exploits 它是在分析CIA的Exploit 然後Helping me vulnerability 它一樣是Focus在Jailbreak 那因為前面有 這是2019年嘛 2017年2018年的時候 因為CIA的Exploit leak出來 所以導致了有非常大量的 惡意組織在使用這些Exploit 但是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RouterOS它基本上把你Trap在一個CLI裡面 所以使用者或是購買的人 它其實不知道自己的設備有沒有被Compromise 那這個Token呢 它就是提供了一個Jailbreak的工具 讓你去看你的設備到底有沒有被打下來 大概這種感覺 好 RouterOS Chain to Root 它是一個DNS Poisoning的漏洞 那它一樣是 它不是一個啦 它是三個 那它一樣是跟Winbox有關的 好 所以呢到這邊為止 大家其實可以發現 大部分的東西 不是Jailbreak 就是IPC 那這邊可能要稍微Link一下 就是那個Winbox 剛剛前面有提過 它的攻擊項量就是 它可以直接用NovaMessage 去Access router上的其他Binary 所以呢 基本上這一面 都是跟IPC有關 或是跟IntheWile有關 或是Jailbreak有關 大概這三個 好 那到了2022年呢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最新的一個talk 就是Polymicrotick into the limelight 那這篇文章呢 很詳細的講解了IPC的運作流程 那 我們那時候也用了它的 它提到的一個漏洞來幫我們拿到Shill 那它也寫了一個工具 讓大家可以拿到Shill 但它對我們的幫助不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寫的是AMD64的版本 那實際上我們要去exploit 真實的機器我們需要的是MIPS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重新寫一個 沒錯 那看到這邊我們可以發現 整個全世界好像都在講 那個IPC裡面的NovaMessage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呢我們也來嘗試理解一下 IPC到底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一個簡單的範例 假設你今天透過Telnet來登入Microtick 想要assess它的console好了 那它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Telnet這個binary 馬上會使用execl 把login這個process叫起來 然後它會問你的帳號密碼 接下來它會把你的帳號密碼 用NovaMessage的方式 送到另外一隻binary 叫做user 好 那user一樣會用NovaMessage回回來 跟你說是ok或是fail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那NovaMessage呢 當然不是那個名文格式 它其實是一個key-value pair的集合體 那它的key只能是數字 好 那sys2跟sysfrom呢 是兩個array 它包含了我要送到哪裡 跟我從哪裡送過來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兩個process的溝通其實比較像這樣子 就是所有的訊息都會經過一個binary 叫做loader 好 那假設今天左手邊的這個process 叫做login 那它的id是1039好了 它現在想要送一個登入的請求到user 然後它的handler4 因為handler4是負責處理登入的一個handler 所以它需要送到的是134 那 它接下來會怎麼送這個請求呢 首先它會透過socket 送一個sys2是134的一個請求到loader 那它這邊不需要填自己的sysfrom 因為loader只要從那個socket 就是它是一對一的socket嘛 所以它就知道說這個是誰來 它會幫它填 好 那它接下來呢 會把這個message往下送 送到 因為我們剛剛寫134 所以它知道要往user送 但因為你現在已經往user送了 那個13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它會把那個13拿掉 然後呢 它會幫你放上 你是從哪裡來的 1039 好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user會把它往下送到handler4上面 然後因為 它也知道它要送往handler4 所以那個4已經沒有用了 它再把那個4拿掉 那大概是這一個流程 會從 Nova binary 的溝通流程 好 那 剛剛有提到Winbox Interface 是一個很熱門的攻擊 的向量 那 基本上呢 就是因為 Winbox用來跟Winbox Interface 溝通的方式 其實就是在TCP裡面 直接塞一個 Nova Message 所以 基本上就是 如果 有人的權限沒寫好 它沒有check 這個Nova Message 是哪裡來的 那這邊就可以會有 PriOS的問題 好 那Nova Message呢 在你逆向的時候會發現 它是由NV Message 跟相關的程式 來做構造的 那它裡面可以包含一些 因為它是KeyValue Type KeyValue的Mapping 所以它有可以包含一些Type 比如說 onsign的Int 3264的Bool Stream 它甚至可以包含 另外一個Message 所以它可以是Nested 所以才會前面有 這麼多DOS的問題 好 那它實際上呢 是一個Binary的格式 因為Json現在已經不被使用了 所以我們就講Binary的格式 那它具體上是長這樣 前面那個M2 是一個Magic Number 接下來它會用3by 來描述ID 然後用最後1by 來描述它的Type 那接下來後面的東西 就是它的Value 好 那翻譯過來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第一個 FF0001就是它的ID 然後 0x88就是它是U32的Array 那這邊可以注意到 第四行跟第三行的布偶 它後面是沒有跟Value的 原因是因為布偶只需要1個bit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會直接把它塞在 Typebyte的最後1個bit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不知道哪個ID 對應到哪個Binary 那為了要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們需要Parse NovatetcLoader下面的這個System.x3 那.x3這個檔案呢 它是一種XML 但是它是Binary格式 所以我們需要寫一個Parse 把它Parse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有對應的ID 比如說這邊的User 它對應的是13 因為它是Binary格式 所以它前面那個Tag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它的意思 好 那如果一個Binary 是透過安裝Package 來引入這個系統的 比如說你這台Router 可能原本沒有IPv6 你裝了一個IPv6的Package 讓它有IPv6的功能 那它的X3 file 會在那個Package下的Loader 好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ID 都可以在X3裡面找到 因為有一些Binary 它不是Persistent 保在那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Login 就是你隨便跑一次 它就再生一個Login 你再跑一次它就再生一個Login 所以它就是單純的流水號 所以數字太大的部分 就是流水號 好 那其他的Binary 其實也有他們的X3 file 比如說這個是TripleW的X3 file 那它其實在講的就是 當你給它什麼樣的URL的時候 它是透過哪一個Servity去處理它 OK 那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很適合用來發行的Target嘛對不對 因為它非常的Compact 然後它的Key也只能是數字 所以你有極高距離會撞到是對的Key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它放在那邊 就是瞎著跑 然後期待兩個月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撈到點錢 好像不太可能 好 這邊小爆雷一下 就是呢 當我們在寫我們的Exploit的時候 其實在POC2022的時候有一個Talk 但那個時候我們的Exploit已經寫到一半了 總之呢這個東西 他們的Talk叫做 MicroTig RouterOS Security The Forgotten IPC Message 那雖然 你從前面的Talk可以看到 就是IPC從來沒有被Forgotten 但是隨便 那它其實就發生你的NOMA Message 好 那結果呢 其實這一整排紅紅的東西 都是它發行到的 但這些全部都是PostOS的DOM 然後而且你從這個漏洞編號 你可以發現它其實至少跑了 可能兩年有了 從2020開始跑了 所以呢 雖然這有點馬後炮 但我不覺得我們當時 如果開始跑Fuzzer的話 我們會做得比它好 而且我們那個時候只有兩個月 好 那聽起來好像RouterOS好像蠻強的耶 好像打不動 那怎麼辦呢 我們再來仔細看一下這些CVE 你會發現大部分我們覺得有趣的CVE 都是在很久以前被發現的 大概2017到2019之間 但是其中有一個例外 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 2021年41987 就是剛剛那個Base64 Decode的這個漏洞 好 它在C2 Server上被發現 那 為什麼這個東西到那個時候才被發現 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冷門的功能嗎 還是是因為 研究員跟攻擊者之間有某種的資訊落差 好 那我們有一種觀察 就是大部分的研究 剛剛我們看的研究 要不就是Jailbreaking 要不就是In the wild exploit 分析 要不就是在玩那些IPC的Nova Message 所以呢 我有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任何有理智的人 好像都不太想看Nova Binary 好 總之呢 我逆向之後 我也這麼同意 好 那 所以我們到底要從哪裡開始 就是我們的 我們攻擊者跟 研究員之間的資訊落差 到底是從哪裡開始的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彌補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都提到了 RouterOS它其實用了一個自製的IPC 那這個IPC到底怎麼跟外面的東西接在一起的 比如說你總是要發送一個合法的DHCP吧 那我總不可能用我的IPC發給別人 然後長得奇奇怪怪的DHCP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來講一下Nova Binary的架構 那Nova Binary它是一個loop 它時間到了它就會跑一個 跑一個Port FDS 去檢查它的每個Saki是不是有事件進來 那同時它會去跑一個Timer 就是時間到了它就跑那個Timer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Event Loop 或是你如果有寫過遊戲的話 它就是一個很常見的Game Loop 好 那 這個Type呢 剛剛負責Loop的那個Type叫Loop 那它怎麼樣跟Loader溝通呢 它一開始會對每個Saki去建立它的callback function 那比如說這邊它就會建立一個叫做onMessageSaki的callback function 所以只要Loader送訊息給它 它就會知道說有訊息進來了我要處理它 那是誰處理呢 就是Handle的跟它的延伸類別 假設今天有一個Message進來 那根據它的Sys2 我們會把它發到不一樣的Handle 比如說0就是0 然後1就是1 那如果你都不給的話 就是Loop本身會幫你處理 好 那Handle的這個BaseType呢 收到了這些東西之後 就是我們剛剛Handle的0或Handle的1嘛 那它收到之後它會有更具體的comment要執行 那就叫做Sys底線CMD 那因為Handle的是一個BaseType 所以跟Object有關的 紅色的部分是沒有被始作的 那我們要逆向的重點其實是 comment unknown跟Handle command 這兩個地方偶爾會被override 如果它有克制的comment需要延伸的話 好到這邊為止呢 其實都在以前的研究有稍微被提到 那接下來這件事情呢 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Nova Binary 它本身不太常使用Handle的這個BaseType 它反而更喜歡使用它的衍生類別 比如說Amap Aholder 那這些Amap Aholder呢 它其實就像是C++的STL一樣 你可以塞不同Type的物件在它們裡面 好 假設今天你在TripleW的WebPanel 做了一個DHCP Server好了 就是你想要創建一個DHCP Server 它首先會發生的事情呢 是這個Message 會被送到DHCP這個Binary的Handle的0 那它是一個Amap的Instance 好 那這個comment可能會是CMD AddObject 那在Vtable裡面0x7c的地方 會是它這個container裡面的type的constructor 好 那它做完這constructor之後呢 它會把它新增的物件插進去Handle 了0的一個object tree裡面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關注的重點是 Vtable加0x7c的地方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 每一個derivedclasses的constructor 都在0x7c的地方 但找到它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是去逆向每一個人的CMD AddObject 這樣就好了 好 但是呢 實際上是 不是每一個binary都有使用到NovaMessage 所以 如果你單純去玩NovaMessage的話 其實你是會忽略這些攻擊向量的 那 以兩個例子來做說明好了 就是cdp跟lldp 那這是兩個discovery的protocol 好 那它們會被放在discover這個binary裡面 那一樣它們兩個socket會被做兩個callback 好 那假設今天它一直loop一直loop 然後去check說這個socket到底現在有沒有事件進來 好 那如果有的話呢 它就會執行它的callback 那這邊以cdp為例 就是cdiscovery protocol 好 那它這邊會做的事情呢 是它會先check一下它收到這個封包的interface 是不是合法的 是不是有被firewall擋住 那接下來會pass它 然後把 它收到的資訊 直接存到一個asicmap裡面 然後就return 所以這中間完全沒有message 如果這個邏輯在pass上有問題的話 是沒有辦法用前面的發行方式找到的 好 那來講一下我們怎麼找到這個preaussrce 那這個preaussrce呢 跟前面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啊 有一天我們在插線拔線的時候呢 就是突然crash了 就是它log file裡面有一些crash 然後我們想說 哦 這麼簡單就有crash 然後我們就叉叉拔拔 我大概叉拔了1000次 然後 欸 還是不知道它怎麼crash了 然後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想說 啊不行了 該逆向了 雖然我們沒有找到crash的原因 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對 所以如果你撿到的話 還可以參加今年的 那 但是我們找到一個更棒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什麼叫做radvd radvd 它這個binary 負責的事情 是跟ipv6的slaac有關係 那slaac呢 是一個ipv6來分配address的方式 好 那假設今天你有一個node 或是computer 你插上router好了 它會先發一個rs 去看看這附近有沒有 那個router可以發給它prefix 好 那router看到之後呢 它會廣播給所有的節點 一個prefix 那這個廣播的風暴叫做ra 好 那 一個node呢 就會拿這個prefix 來自己計算自己的ipv6 那它計算的方式就是prefix 加eui64 那eui64 那eui64是從你的makeaddress來的 好 那更複雜一點的情境呢 就是 假設今天有一個upstream router a 假設它是一個isp好了 那你們可能事先溝通好了 你可以使用一個slash48的ipv6的prefix 好 那 首先呢 它會先跟你的routerb溝通 它會先 想辦法幫你算出一個ipv6 所以這一個 它給你的prefix 跟我們剛剛講好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好 比如說它這邊給你的會是slash64 那routerb跟它對接的那個節點 跟它對接的那個介面 就會 當作自己是一個ipv6的client 然後算出一個 算出一個ipv6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它有ipv6了 所以 我們的routera就會知道說 我應該要把slash48的流量全部導到這個 算出來的這個ipv6上面 好 那後面的事情呢 就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當有一個普通的node去問你說 欸 現在prefix是什麼 那你就照常把那個48的算給 丟給它 大概這種感覺 嗯 多做一頁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RADVD的整個執行流程 其實就跟剛剛前面一樣 它會去做一個ipv6的saki 跟它的callback 那它收到callback之後呢 就問它說 現在有沒有東西 就是saki有沒有東西 那有的話呢 我們就去執行callback 好 那RADVD的callback 具體上做了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它是檢查它 是合法的RA還是合法的RS 然後如果它是合法的RA 它會把資訊存起來 存在一個handler1 它是一個amap的instance 那如果它是一個RS的話呢 就表示有人在請求 所以它會馬上廣播一個RA 好 但是呢 實際上 呃 我們廣播RA有三個 有三個情境 像剛剛 更前面 呃 以右上角的這個縮圖為例 假設我們現在是routerB 實際上routerA broadcast給routerB的時候 routerB應該要馬上送出一個RA 往下送 所以呢 總共有三個情境 第一個是 當router收到RS的時候 它需要廣播RA 那第二個是 當它從upstream router 收到RA的時候 它需要往下廣播RA 好 那第三個是 它在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自動廣播RA 那在routerOS上的區間 大概是200秒到600秒 好 那這有個問題啊 就是它收到RA的時候 我們在call的裡面其實 沒有看到這個行為 很難追到 好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subscription的機制有關 所以呢 我們先把它放在這 那 剩下兩個case 其實我們都非常好去trace 我們要找的call在哪裡 所以呢 比如說RADVD送RA這件事情 在它收到RS之後 這個東西可以馬上收到 所以我們需要找的就是這個sendRA 那這個offset給你了 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可以在handler1這邊 找到它其實會註冊一個timer 那這個timer的格式也是奇奇怪怪 總之它會放一個東西到addTimer裡面 然後隔一段時間就去執行 那個call pay跟它的第一個參數 好 那一樣可以找到我們想要找的那個sendRA 那接下來我們慢慢往下找 你就會發現 它這邊有個addDNS 好 那繼續往下看 這個addDNS的buffer實際上只有4096byte 大家可以發現這邊其實沒有bundary check 所以只要你的tree夠大 我們馬上就可以進行overflow 但是呢 如果你看格式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的DNS來自於RA的rdnss 但它實際上只有bug bit 所以其實你是沒有辦法overflow到return address的 但是如果再仔細看 假設我們不是第一次收到RA 那它需要把我們第一次收到的RA的DNS 做expire就是過期 所以它實際上會塞兩個tree上去 好 所以呢 攻擊行徑是這樣 我們 假設我們是它的上游的router 那我們先送一個很大的list 再送一個另外一個很大的list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第一個很大的list 其中的某一個ipv6去overflow它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可以overflow到return address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保護 那顯然是都沒有開 那這邊要講一件事情 其實它沒有開 有時候不是它的問題 就是mips的CPU有時候是不支援rnx的 好 就是其實它們也沒有那麼白癡啊 好 那總之呢就是找個地方跳 好 那我們overflow的那些ipv6其實會被sort 因為它剛剛被存在tree裡面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讓它保持一個順序 那保持順序的方法呢 就是ipv6前面的prefix 我們把它拿來當作 就是sort用的標籤 用1到22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放jump前字號加8 去跳過那個prefix 但其實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mips上面呢其實有delay slot delay slot的意思就是branch之後的instruction 會比branch先執行 好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我們必須要把jump往前移動 但是把jump往前移動會發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delay slot裡面不能做syscode 會壞掉 所以呢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bet idea 好 那這其實是一個ctf很簡單的問題 那總之就是把prefix變成一個 相對無害的instruction 那我們就不需要任何的jump了 好 但因為呢 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stack leak 然後甚至 其實如果你現在去找gadget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gadget是相對難用的 你沒有辦法把sp 移到你的jump用的t9上面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寫自己的gadget 那因為它前面保護沒開網 所以我們就寫自己的gadget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寫一個jump sp 然後第二步就是跳上去 然後第三步就是 跳到我們share call上 欸好棒棒 但是呢有一個問題 就是呢 有icache 好那什麼是icache呢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想要寫我們的東西上去 好我們先把它寫上去 但實際上我們是寫到dcache上面 因為我們寫的這個行為是把它當做data 那假設你今天想要執行jumpadr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是寫在data segment上面 當我們要去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CPU首先會先去看icache 那它一定找不到 因為這東西本來就不是instruction 它always在dcache上面 所以它會從memory裡面把現在的這個資料讀進來 讀進來它會發現它讀到一堆零 那基本上就是nope 所以它就會直接滑到crash 好 那我們要怎樣把dcache的東西寫回去呢 我們主要有兩個方法 叫做context switch 或者是把dcache用光 那dcache有32KB 好 那context switch需要sleep啦 那這邊基本上沒有sleep 所以我們唯一的手段是把dcache整個刷掉 但是在routerOS上面 它的heap的位置其實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再讓它的heap變更大 然後把一堆垃圾寫上去 我們就完成flush了 好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你把它變更大跟再把它刷掉這件事情 可能會害我們的gage用完 好 但不過呢 我們還是有救星 就是因為它剛剛把東西存在tree裡面嘛 然後就是tree有夠大 所以呢 其實它做到一般的時候就有夠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把垃圾寫上去就好了 然後寫上去 好 我們就完成了 就是就拿到shell 那這是一個cv202332154 那它在下面這三個版本修 好 然後這個 這個洞呢 其實在v6.0的時候就存在了 那如果你現在要抓v6.0呢 你就去點那個micro tick的下載連結 然後把那個v6.幾把它改成v6.0 你就可以抓下來了 好 那v6.0呢大概是2013年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大概在9年之後找到了這個洞 然後他們在10年之後才修了它 所以呢 我們前面那句話 QED 好 那總之呢 我們的攻擊行徑大概是這樣啦 你必須要在這個router的上一層 當它的neighbor 就是中間只能過switch不能過router 那假設我們打穿了這個router 我們就可以去打它後面的那個printer 那也就是我們pong的情境 那因為在pong裡面我們可以把它設定更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的laptop就是直接就是router的上游的router 好 好 那我們感覺好像快要看到我們的1000K的美金了 好爽喔 但是 每次就有一個但是 我們的exploit只會在makeOS上面動 然後永遠在ubuntu上面失敗 不管你是ubuntu在VM裡面還是在實體機上面 好 所以呢我們就做一些事情 就是exploit嘛 然後dump到ubuntu嘛 然後fail嘛 合理 然後呢再反過來做 欸 成功了 所以呢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我們猜由一個OS 去reorder了我們送出去的packet的順序 所以呢 我們在router上面寫了一個sniffer 那它用的sucky是afpacket 那afpacket不會被任何的firewall阻擋 好 這是一個小知識嗎 其實在menu上面有 那總之呢 這個 它錄起來的東西應該是reliable的 那總之 它們看起來一樣 好 所以呢 最後的手段就是 可能我要自己一個人飛到多人多 然後就是大家不會管我這樣子 好 簡單來說就是 抓 嗯 好 最終我們發現這個問題了 就是這個 非常非常細微的差異 你在wireshark上面絕對不會看到 像 在mac上面其實它是0.0004秒 但在wubuntu上面是0.1560秒 它總共差了390倍 那其實這就是原因啊 那其實micro tick的名字已經告訴你了 如果你把它掐頭去尾 重新排列一下的話 你就會得到kirito 沒錯 你要送的再快一點 那總之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它其實只有一個thread 那這樣怎麼會有race condition 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的那個數字送太快嘛 所以它一定是race condition 但它一個thread的要怎麼race condition 好 所以我們要回到後面的這個東西 實際上它在收到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vector 但它送出去的時候 莫名其妙變成一個tree 那為什麼呢 這實際上跟我們找不到這個 收到ra就要送ra的這個行為有關 那它這邊做的事情呢 其實它收到的時候會像這樣子 它會先把整個remote object清空 然後呢再根據每一個dns去做那個remote object 那什麼是remote object呢 remote object其實就是在這個binary裡面 我只保存它的handle了 但它的實體保存在另外一個binary裡面 好 那這時候就要講到訂閱跟notify的機制 訂閱呢 就是你送一個comment跟它說我要訂閱你 好就這樣 那假設有另外一個binary 去幫它加一些object的時候 那它就會觸發add object的最後一個東西叫做send notify 那它就會把這些東西送回去給有訂閱它的人 好 所以呢 實際上整個東西看起來像這樣 當我從ra when送到一個ra的時候 我的rodns會去create一個remote object 那在resolver的handle的4會去處理這件事情 它會加object 然後把它加到handle的2 那handle的2最後有一個send notify 它會把整個dns record全部送回去 然後送給radvd 因為它有訂閱它啦 它會送到它的handle的1 它在handle的1裡面訂閱的 那之後它會拿用它拿到的這些dns record 去做出一個ralan 然後送到lan裡面 所以呢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這個create object的行為是non-blocking的 好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在create的時候我不一定可以拿到object ID 那這個刪除呢 它也是non-blocking的 那重點是你仔細看 它如果沒有拿到object ID的話 它其實是軟刪除 所以這個問題就呼之欲出了 我還有兩分鐘可以呼 好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來 總之有一個ra進來了 然後它會create一個object 然後它會把它送到遠遠的地方 然後在resolver裡面建立一個ipv6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設一個timer 因為它不知道多少個新增的這個操作 應該會被group在一次操作裡面 所以它就很暴力 它就直接設一個20個tick 然後你這20個tick就是一個操作 那我就只送一次的dns的tree出去 好它就不會說你加10次 我就送10個tree出來 它只會送一次 好 那接下來呢 它理論上 它要告訴radvd說 我們現在的 你要的那個object ID是多少 好 假設它現在還沒有傳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強行再送一個ra2進來 那它這個時候 它會先去做clear 它會先把舊的東西刪掉 但它發現它是軟刪除 它沒有辦法現在就把它刪掉 所以呢 它就把它標成destroy 好 那接下來就是當沒事 繼續create remote object 好 誒 抱歉 我看錯了 總之它到現在要去當沒事 繼續create 好 那 它先在自己這邊 留一個欄位 -eforce 然後送這個create的request到對面去 那對面呢 這個時候 因為它還沒處理完 上一個那個 要把object ID傳回來的這件事情 所以IPv6這個request會被塞在socket裡面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右邊的這個resolver終於要做事了 它把這個object ID傳回來 好 它把1傳回來 但 IDVD這邊它就發現說 欸 你剛剛已經把它標成軟刪除了 所以它這邊就不會 去 把object ID放回去 它反而會去送一個delete的請求 但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前面那個IPv6塞住了 所以這個delete也會塞住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它會再拿到 它申請的第二個object的object ID 是2 好 這個時候時間到了 它覺得 你差不多該做完事情了吧 那我要把DNS廣播出去 好 那它就把DNS廣播出去 所以呢 這兩個請求的DNS就被混合在一起了 好 那這個rescondition的pattern是什麼呢 它使用了nonblocking的方法來create跟delete的remote object 然後呢 它必須要subscribe到那個remote object 就可以造成這個rescondition 那這impact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可以把兩個請求的結果混合到一個風暴裡面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bypass一些check 比如說A跟B不能同時出現在一個東西裡面 但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bypass它 那假設我們可以透過這個pattern再找到一個bug的話 我們又可以exploitlan的這個category 再賺一筆 好 但是事與願違 就是時間到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找到一個洞 那最後呢 雖然我們 呃 還是成功地打穿了這個soho smash out category 然後拿到了第一名 但還是有點傷心難過 OK 那總之呢 結論 結論就是呢 MicroTig 基本上重置了所有它想要用的東西 它的linus 真的只用了syscode的部分 它甚至連user都不是用etc-passwd 好 那我們揭露了一個存在了9年的pre-auth-rce 然後呢 我們提 我們告訴大家一個rest condition的pattern 那我們沒有找到動 那 所以它現在也沒有被當作動 所以大家還是有機會從這邊找到動 好 那我們之後會release一個工具 來幫助大家進行routerOS的reversing 好 大概是這樣 有問題嗎 好 沒時間了 好 讓我們掌聲謝謝將這精采的演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